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遼寧老兵趙廣軍多年在北京上訪維權 他在最近不到100天的時間內 四次失去人身自由 12月8號 他再次被遼寧盤緊星龍臺區警察帶回當地 據說 當局要等到明年1月3號才決定 他何時能獲得自由 四川省阿爸縣的兩名年輕藏人 為了抗議中共對西藏的高壓政策 12月9號 在阿爸縣格爾登寺附近高呼 西藏自由等口號 點火自焚 據報導 事後 他們分別被送到洪源縣醫院和馬爾康縣醫院 一人據說已經去世 另一人仍還活著 河南省長葛市第一高級中學 拖欠教職工工資500多天 12月10號 全體教職工罷工抗議 上海市臺資連鎖餐廳千秋閃房倒閉 老闆跑路 拖欠200多名員工的工資 12月12號 數十名被欠薪員工拉橫幅討薪